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Danny 溫靈鳴 近日馬來西亞的交通部長已經落實了 敲取了,車鏡的暗度和透明度有新的改進了 大鏡可以達到70mm 旁邊鏡是50mm 後面鏡和尾鏡可以達到100% 是否很好呢?很棒 很多國家,我記得在泰國、韓國、英國都看到很多車 基本上整台車的鏡子都是黑色的 對我來說,是否好東西呢? 我覺得是挺好的 但有些朋友可能不可以接受 這裡有一個簡單的比喻 究竟巴仙度、黑和透明度是有甚麼分別的 左邊是100% 右邊是0% 所以透明度是非常高的 但如果去到70%的話 你會看到有一點點暗之餘 但還是有一點點影子 不過不是很清楚 但去到50%的話就非常好 當然,如果想看到最清楚的話 當然是去到0% 但如果我這樣比較的話 其實50%也是可以合情合理的 我先說一些好東西 好東西是因為它可以擋著太陽 真的不會令到塘車裡面很熱 甚至乎那些紫外線 射到身體的皮膚不好 不然待會又經常要塗 新block 沒有意思 第二個好處就是 我覺得有一點安全 假如你喜歡放貴重的東西在車 但有時候可能忘記了下車 或者想放上車 至少可以避免到那些想犯法的人士 去撥爆你的鏡 可能有些人會說 那些匪徒 有機器 一scan你這堂車 就知道你這堂車有電路 或者有什麼貴重的東西 是的,是對的 只不過他們不會默默然 每一堂車都是scan的 他們要先摸中你 如果他們知道你這堂車有東西 他們就會去那裡scan一 scan 當然scan到了有東西 就會做事了 這件事每次在康諾的發生碼欄都會發生 尤其是如果你每一次下車 你走到兩步 然後轉回頭 再安裝一下自己的堂車 看看有沒有東西留在這裡 或者有沒有電腦等等的東西 他們就是摸這些 當你檢查了 他們的匪徒就會過來scan一下 scan一下堂車 看看有沒有東西要拿 至少現在有這個黑徑 遮蓋了的話 起碼 起碼不是說一定 不是一百巴仙 是起碼可以避免到 巴仙率會發生 但相關的好處是什麼 這個比較沒有什麼用處 就是帥氣 很帥氣 上車都黑了 哇 看不到入面 入面看不到外面 OH MY GOD 你可以幻想一下 如果Batman塘車 那些鏡子原來不是黑色 是透明的 你說Batman多沒有神秘感呢 那不好的東西有些什麼呢 第一就是 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假如真的 裡面有些匪徒 綁架 甚至乎有些 避免著 威脅著司機 這個都是很難去處理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開車 都是用司機和司機的眼神交流 例如說 叫你 Thank you 先走 這些都是要用眼神交流的 都是要看到樣子才行的 如果這個鏡子黑了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在鏡子裡做的事情 分分鐘對方是看不到的 當你看不到的時候 你又不知道 你又沒有發覺到 你又沒有察覺到 你又自己發脾氣 那又沒有意思 多餘了 所以一定有好又不好 我個人意見 我自己本身 我真的五十五十 我又挺喜歡這個做法 但是我又真的很怕 有事發生 那怎麼辦呢 但是根據部長說 這個其實是 International Standard 我絕對相信這個道理 因為有好東西的話 就一定會帶來一些不好的元素 我們不可以只要好的東西 這個實際上是沒有兩寸奇味的 只可以找最好 最適當的平衡點 那大家就皆大歡喜 你本身是站在哪裏 你覺得是應該的 還是不應該的 記住留言 還有如果你想知道 Avenger Endgame的Time Machine 究竟是怎樣運作的 都可以看我的影片 還有的還有的 如果你喜歡pop culture 你喜歡聽歌的話 這個頻道會有很多好東西 所以記住訂閱我的頻道 Like我的Facebook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Very good 之後我現在正在忙 一些project 所以大家記住訂閱 然後我會給你更多資訊